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Selisha 我是Eaton 这一位是 有新Temper 4周来的国会竞选人 唐百合 Lily谈Vinions 好 很高兴再次邀请Lily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Lily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个 用她自己实际的例子 还有故事 跟我们大家讨论一个 非常非常就是华人非常不喜欢谈 然后很多人非常回避的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宪法第二持枪权的问题 美国对我来说持枪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你刚提到大政府啊各方面的 在美国的观念就是你没有枪支的话 你就没办法保护你自己 任何的法律 你刚提到法治是你的value的其中之一 如果说人民没有能力来去保护自己的话 那任何法律 任何的什么bill of rights都是屁话 那对你来讲持枪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这有一个故事 我在中国大三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美国人 他是交换学生 他给我看了美国的那个小的一个 就是说宪法的小册子 他给我讲了 当然独立协议的人生而平整 当时就觉得 他把我的那个头脑给解放出来了 后来他会一讲 你看作为公民 你有这些宪法权利 我当时就不相信 第二修正法案持枪法 我说 我说你这怎么回事 他就说每个人都有持枪权 是天赋权利 你没有一个持枪法的话 你怎么样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跟家庭 而且呢 任何政府都没有这个权利 把你这个权利给夺走 我当时就说 哎呀 这个美国好伟的国家 如果我哪天要离开中国 我要到美国来 我不去欧洲 我到美国来 所以后来我为什么就一直想到美国 我从来没想到其他国家 那到了美国以后呢 我头二十年都不搞政治了嘛 我也从来没有人威胁到我的 价值观就是我要把你的第二修正法案给你拿走 结果后来 就是我在科罗拉德州岛之后 第一次 作为公民到州政府 去做证词 因为他们民主党控制的那个州政府想把我们很多的控枪法给通过 包括这个AR-15 那个奥巴马说要签字把Ban掉 然后当地呢是要把那个就是签字到10发 high capacity 对对对对 弹夹 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吓坏了 我觉得我到美国来 2013年第一次 我觉得我真是到美国来的这个自由 跟这个人天附的权利受到威胁了 我就去排队去做证词了 结果他们还是通过了 所以现在科罗拉德州还是只有10发 当时呢 在那个法律支持有效之前 我就赶快去店里买了一个AR-15 这个女的比较短的那个 买了以后呢 就是说她还没改嘛 那个是法律还不有效 那就说实际上就是unlimited 就没有限制了 因为你一个东西弄进去 就是三十发 就是三十发 你可以自己换的嘛 然后呢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 Guns Against Theory The National Review 这是我在美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就说呢 用枪来抗议这个暴军政府 就讲到天安门 这么多学生 这么多居民 被坦克 被人民解放军给扎死了 然后我就讲到 做一个移民 在中国被洗脑说 你不能有枪 脑北心有枪 我们中国社会就会乱 就会死很多人 结果你看天安门世界 谁杀死我们这些 无辜的和平的游行示威者 是政府 是暴军政府 你在美国 又想把这个权力给限制掉 那以后我们怎么样保护自己呢 我就写了篇文章 就讲到我到美国来 从来没有摸过枪 然后第一次到美国来 嫁给美国老公 他就带我去那个做射击 我当时第一次摸枪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 桌子上拿起来 他们都吓坏了 不要不要执着我 不要执着我 你第一个原则 你知道怎么样 要有责任的用枪 就说他们就教我 首先你不要执着人 然后 手拿的字都对 然后我来说老实话 我很怕的 就像现在的很多民众党那些人 他没有摸过 也没有去练习过 他很怕 结果后来他们教了我以后呢 我就第一次去设计了 哎呀 我设计完以后 一个小时下来 哎呀 我觉得我好 我好有这个力量 好像我真的感觉到 哦搞了半年我以前是奴隶啊 我不会持枪 不会摸枪 不会射击 没法保护自己 我现在在美国 可以有枪 可以去买枪 可以自己保护自己 我就觉得我是个自由人啊 所以这是我非常重视的 一个议题之一 我说我们这个不能妥协 妥协持枪 那个权以后呢 我们不能保护 任何其他的天赋的人权 包括你的言论自由 包括你的家庭 包括你的石油财产 保护暴军政府 你说你新人政府吗 你100%新人政府吗 你如果不是100%的 新人美国政府 不会变成这个暴军政府 那你就不能放弃你的枪支 这是我的看法 对那你那个什么 你现在来到加州嘛 加州很多华人的移民 他们非常非常害怕枪 我就就这个地方好可怕 我要搬走啊 但是你知道加州 其实枪支管控是非常严重的 那你从你们那个州 这几天就来加州 包括去纽约 你会觉得就是这些 管控枪支特别严重的时候 你来到这里 你是什么感觉 我到控枪的州去 我很害怕 我们那个州 我们那个州 又宪法持枪权 不需要政府的许可证和执照 你不需要任何东西 你可以公开带枪 你可以暗里带枪 我到New Hampshire 2016年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我的房地产经验人 就带了一只手枪 然后呢 他带我去州政府 我们就直接走进去了 连一个门位都没有 也没有这个什么金属 那个什么机 什么都没有 我都说你这个州怎么这样的 他说我们这个州法律就这样的 他说我们这些人是 连我还是众议员 我就带着枪 我就直接进去了 我说这个州好伟大 我说 我现在觉得很安全 我跟你出去 他又整天带着枪嘛 所以我在我们那个州的话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民生 其实我们的人都带枪 我不怕 嗯 我觉得很安全 我怕的是什么呢 到那个南州 那个政府 那个控枪控枪 就是说你像你是合法的 这些守法的公民 都没有枪的话 谁有枪呢 犯罪分子有枪 所以说你看这个 大南州的控枪 最严格的地方 是那个什么 就是说那个很多 mass shooting 就是杀很多人的 特别是 那个学校里面 gun free zone 你gun free zone 我觉得很傻 把那个牌子 在这个学校门口 我们这里一个枪都没有 那犯罪废子 要杀很多孩子 要杀很多人 到哪去啊 就到学校去杀 因为没有人 可以把他先枪毙啊 他们怎么不去 到那个警察局 去枪毙 去杀很多人呢 他一开枪 就把他先干掉了 所以这不要怕枪 不要怕犯罪分子 要怕暴凌政府 Lincent如果你是带枪 你是我的朋友 我很信任你 你是那个有责任 感到这个公民带枪 我不怕你啊 我干嘛怕你呢 而且你还可以保护我 叫一个笑话 那个左派教授 一个大学 我听说 在丹佛 有一天突然说 一个神经病的人 带着枪 在学校里 威胁大家了 在一个什么地方 守着 结果一个保守的教授 平时人家都是封锁他的 不喜欢他的 说他是忧郁分子的 左派教授 打电话找他 说你看过来 我们怎么办呢 他当时就说 你看你现在找我的 紧急情况 平时就批判我 你看你这些 就是没有 没有conference了 他说不要紧 我马上就过来 所以说你看 到了紧急关头 你还是需要你的 那个合法的公民 有强来保护 我们自己社区 因为法院有这个规定 就说呢 你打电话911 或者你学校有警察 那个一个警察 两个警察保护孩子的 他们没有责任 没有这个法律责任 去为你而牺牲 所以说你学校打了911 那个或者警察在这 有的警察没用啊 他不进去保护孩子 你看那个孩子 有时候十几个的孩子 被跟个老师 被杀死了嘛 那所谓的那个警察 要被在外面藏 没有进去啊 对 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 你知道 孩子要自己救自己 你刚刚讲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太多的华人 太多的人认为说 警察会来保护我们 警察会来帮我做这个 警察会来帮我做那个 其实他们没有必要的 没有这个义务 对 他们是想要帮你的话 他们就去 他们只要觉得说 里面比较危险的话 他们是可以在外面 然后就说 我要等back up Evoldi的police 其实他们没有做错事情 在法律上 就是在道德上 大家就觉得说 你是警察 你为什么不进去 但是你说白了 警察也都是人 他愿意为这样的事情 牺牲吗 说实话 他有家庭 很多人是不愿意的 他说你里面 都打成那个样子 我进去 我就是送死去了 我现在人也不够 完了 我可能也不想要进去 所以你从道德的方面 可以说 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小孩 但从他们个人来讲的话 法律上 他也没有这个义务 他是没有犯法 如果他不进去的话 对吧 再一个 他自己 他也不愿意 因为他进去就是送死 他会考虑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你这种事情 就是自己保护自己 我在节目里面说 学校应该有持枪的警卫 去保护孩子 那很多人都讲说 好危险 学校怎么能有枪 那持枪的警卫 要去杀孩子 所以 就是拿那种非常小的概率 去否定 所有的安全的保护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不妥当的 如果一个持枪的老师 去杀小孩的话 然后你学校有 30个持枪的老师的话 那那个老师 一下就被打死了 对啊 还有呢 就是有的人是这个 好好 我可以支持人游手枪 但你这个AK47或者L50 你有必要吗 非常有必要 你还记不记得90年代 LA大乱 对 那些 那个所谓的那个 南韩的那些人 92年 要保护自己的那个 那个小生意 他们都拿着 因为你如果是土匪一大堆进来 要抢你 要杀你的话 你一个手枪是有限的 所以说你要就持着枪 人家就不敢去烧他们的地儿 或者去抢他们的东西 所以说呢 后来听说 那些男孩的人 就所谓的那个都不在了 加州都不在了 所以我每次到加州来 我都觉得 哎呦 我没有保护 所以你看昨天 我去那个自由雕食公园 今年六四去演讲 他们还去花钱 找了一个保卫 找了保卫 因为能很多嘛 你不知道谁是谁在那嘛 都是以外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妥协 大家不要怕枪 你如果是学会了 怎样去用枪 怎样去设计 去练习 你会觉得你自己 可以保护自己的 因为有时候 你是自己最好的 一个防卫者 因为如果你要到你家里来 你说谁保护你的太太 谁保护你的孩子 你打电话 911现在都要 有时候等很久 一分钟里面 你就人就会 被受到很大的伤 快你就没命了 人就再见了 你还叫警察 警察来就收拾 就这样的而已 说白了 而且现在全世界 你看看 那个因为这个持枪的 这个很受欢迎 因为大家怕枪 它是利用你怕枪的心理 来控制你的枪 这样下去非常危险了 因为那个暴军政府的话 不管是哪个国家 它都有这个可能 变成暴军政府 那你这个人民就完了 像中国一样 你现在你敢反抗吗 你敢反抗吗 你反抗 你没有枪支首先 还有呢 就是说你们全家人的资料 都在中国的档案里面 它就马上把你 那么全家人 所以中国人还是 都很害怕的 你真的是很勇敢的 像白子革命 或者像那个 因为那个时候清零嘛 没办法呢 大家就觉得 我情愿去白子革命 游行示威 不要被困在家里烧死 像那个乌鲁木齐 那个 所以我觉得呢 不要相信这个宣传工具 不要相信这个paganda 这些政客 这些有钱人 都有自己的 私人的保镖 那些国会预言 在那个DC 都有专门的保镖 我们这些中产阶级 谁在保我们啊 只有我们自己保自己 还有上帝 给我们的天赋全力 所以我们千万 不要相信那一套 我2015年 我大儿子是空军的 然后我穿上他的裤子 就是穿上他的靴子 然后照了一张照片 拿着我自己的Air 15 站在美国国际前面 就说呢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所谓的杀群众的人 实际上这个暴军政府 我就讲到天然龙世界 这个照片出来以后呢 有大概120万的人 看到过了 在那个脸书上面 我也被受不到威胁了 有的人还威胁 我的家里的人 但是呢 我就说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以前在中国是个奴隶 我没有办法用枪 你知道那个以前 美国的slavery 就奴隶历史 你奴隶哪有枪啊 你只有自由人才有枪 我们是自由人 这是自由国家 你如果是被政府控降的话 你就不是自由人了 所以大家要想到 你要做自由人 好像要做奴隶 所以说 你去看那个照片 我里面还有一些 很重要的内容 就说呢 我过去是个奴隶 我现在拿着我的 这个AR-15 这个枪 我就 我不会永远是一个奴隶 我现在是一个自由人 所以这个 很重要 很精彩的故事 对啊 而且我觉得有些 那个照片很震撼 不光是说一个 女人拿了一个很大的枪 国家都还传了 他儿子的裤子 而且我那个样子 我那个脸是看就很严肃 对 就是我要自卫 我要 你想我是妈妈 我有三个孩子 如果我先生不在家 如果有事犯罪分子到我们家来抢啊什么的 特别在一些南州什么的 你拿什么 你拿菜刀吗 你拿筷子吗 你什么都打不过人家 嗯 你至少要一个手枪吧 要练习怎么样 用这个手枪吧 然后我听说拿手枪 你不容易打 在这个南州啊 这个permit很难拿到 嗯 而且呢 就说如果暴军政府存在了 你个手枪你打几发就没了 他们都不限制他们的 多好发 干嘛 我是美国公民 我要限制我自己多好发 而且呢 你看看政府的 联邦政府的那些很多的agency 从IRS到那个FBI到ATF 他们那些都有枪 而且都有很多的AK47 AR15 我为什么一定要限制 我就只有五发的或者几发的手枪就可以了 打完了就没了 那我怎么办 我要打好几个分罪废子 或者要打一个报警 政府的那些 他们都要来把我的孩子弄走 要来侵犯我的财产 我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不用妥协 所以说我们的开国先行 这些founding fathers 他们都知道 我们第二修正法案 不是让你打利用的 也不是让你公司 就是反对几个什么犯罪分子 那个修正法案 第二修正法案 持签法的存在 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 政府有这个天人的倾向 变得越来越庞大 越来越庞大 你可能成为一个暴军 就tyrant 那你只有用你的持枪法 能反对他们 所以我们不能妥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然后刚好是华人最不了解的议题 然后很多华人是 对于枪支是很惧怕的 因为不管是中国大陆 还是在台湾 还是香港 每一个人都觉得 警察会来保护我们 这个世界都已经这么进步了 对不对 我们怎么会用这种暴力的事情 来解决所有事情呢 如果说讲讲话 然后就世界警察有用的话 俄罗斯跟乌克兰就不会打仗了 每一个国家都不需要军队 为什么台湾需要军队 为什么中国需要军队 为什么北韩需要军队 为什么南韩需要军队 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相信任何的政府 政府跟政府之间都没办法彼此相信了 为什么我们人民要相信政府 只要相信政府 就是在相信一个奴隶 我们基督徒不能崇拜任何的神 绝对不能把政府当成神 当政府压迫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义务要反抗 这就是为什么持枪权是这么重要的 好那非常感谢莉莉今天来 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 而且用她自己的故事 所以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可以了解 这个持枪权这件事情 真的是在保护你的家庭 而不是伤害你的家庭 所以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为了如果你要是一个爸爸妈妈 为了你孩子的安全 为了你家庭的安全 赶快去买枪 赶快去买枪 而且买了枪之后 一定要训练 如果你要是觉得说我不会训练 那你还不如没枪 不要随着伤害到别人 所以买了枪 然后就要训练 一家人就可以去 我们之前去打枪 看到一家人训练小孩子 也带着小孩子一起去 所以这是非常棒的学习 非常棒的教育 可以让你 你已经有了这样一个东西 你就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个东西 去保护全家人的生命 你还可以保护你身边的人 而且很好玩 好玩吗 我觉得很好玩 你觉得不好玩 我们那个州 我们那个州 大家都土地很大 好多人土地上都有设计厂 然后呢 我想搬过去 有了 有一个设计厂 有一个好朋友设计厂 我看到他们家的 那个有的人就带着孩子去受训练 全是青少年 对 这样的话 你看看 你看看那个电影没有 叫那个爱国者 叫Patriot 那个美国的独立战争的时候 就是训练家里的孩子打枪 因为那个时候 不是就是这样打出来的吗 革命就是这样赢的吗 你自己都把自己 还没打之前 你就把自己的枪子给放弃了 你说这个放弃了 你看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你看那个威力之威了 是吧 就是很富裕的一个国家 实有那么多 结果相信 社会主义政府以后 就是先碰枪 碰枪以后 然后就全完全变成 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那些人都要逃跑 都要逃跑 饭都吃不起 都跑美国来了 你看古巴的人 你看坐着那些 弩一些的船 从海洋过来 所以说呢 美国之所以伟大 不像一些欧洲国家 我到欧洲去 我也觉得不安全 因为我每次到欧洲去 我都问他们 你们的持枪法怎么样的 很困难 我们在很困难 不像在美国 他们都很羡慕我们 你看香港的学生游行 都打着美国旗子 打着这个牌子 我们需要第二修正法案 持枪法 他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在香港 那些学生能够有枪的话 也许不会那么就被 那个控制下去了吧 就是全被中共控制了吧 现在那些十几万的学生 拿着自己家里的钱 要跑到英国去 我都见到很多了 跑到英国去 跑到其他国家去 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 我想自己国家下面 受投资过 现在没法 没有自由了 他们一到英国 连英国还不是美国 都高兴得不得了 哎呀 英国虽然不完美 可是呢 我们在这比在香港要自由多了 听他们的故事 既悲哀 但是你是一个提示 就说呢 我们的自由是很很珍贵的 你怎么样保护这个珍贵的自由 你不能放弃你的时间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看完了之后 赶快就去买墙吧 来保护自己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非常谢谢莉莉 跟我们大家一起 来讨论一个 非常这么重要的问题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要求我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